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用这款机器人能够从事特技电影的拍摄 这一机器人的赛车技能甚至要超过很多专业的赛车手 而且我们不需要为机器人的安全问题担忧 这款机器人是亚马哈发明设计的 最先他们想要宣传的是新设计的摩托车 然而大家的关注重点更多的在于车上驾驶的机器人 能够驾驶摩托的机器人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这一机器人叫做Motorboard Virtue 这款机器人驾驶的摩托车与我们驾驶的摩托车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且机器人能够直接跳上摩托车之后 驾驶摩托车形式 像是普通人一样的刹车踩油门等动作 机器人都是能够流畅进行的 而且机器人驾驶摩托车的速度还要超过常人 远远看过去如果忽略到机器人僵硬的身体线条 以及暴露在外面的身体电路 还真以为是一个专业的赛车手在驾驶呢 因此有人提出可以用这款机器人来拍摄一些电影特效画面 效果一定非常酷炫 这款机器人驾驶摩托车速度能够达到200千米每小时 这个速度对于很多专业赛车手来说都是极具挑战的 同时机器人操控摩托车的能力极强 能够迅速做出精确反应 避免翻车或者车祸事故的发生 目前看来这款机器人的实用性不高 不过在技术上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对于研究者也是很好的吉利 如果是这样的机器人作为司机 你愿意搭乘一套的车吗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